近日,娱乐圈大瓜不断,但很多都是鱼记随口一说,捕风捉影的小故事。 但这一次,港媒爆料的一对婚变夫妇却引发诸多网友的共鸣,那就是林依晨夫妇。 港媒爆林依晨婚姻早已千疮百孔,南方出轨杨小三,婚姻只是维系着表面上的美好。 爆料一出,有人称是无稽之谈,但更多人却称早有端倪。 2014年,32岁的林依晨和男友林依晨订婚,好友陈伯林现身见证。 林依晨比林依晨大两岁,长相斯文白净,家族生意庞大,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富二代。 恒后林依晨肆无忌惮地在媒体面前秀恩爱,当众对老公摸脸纱,耸香吻。 林依晨则是一脸尴尬的表情,这场婚礼看似浪漫光鲜,实则有着不为人知的心酸。 林依晨2014年结婚,经历了七年的备孕生涯,才在38岁的这一年成功地带下一个孩子。 婚后的林依晨也十分低调,鲜少发动态。 有时候一年甚至只在生日当天发一条动态,也不见老公的身影和祝福。 随后刚被爆料,这段婚姻早已是名存实亡。 余记称,林依晨婚后因为怀不上孩子,常常胡言乱语,婚后生活过得要多糟有多糟。 林依晨自2014年结婚后,就和老公过着异地分居的生活,两人要三四个月才能见上一面。 这一年林依晨本人也在综艺中提到过,因为老公林依晨家中是做潜水器材生意,总公司在弯弯。 林依晨则是美国加州公司的负责人。 余记表示两人多年毅力,一个忙着在国外做生意,一个则在弯弯带孩子照顾公婆,相处的机会十分少。 早在2021年,林依晨便被爆,撕毁嫩膜,被林依晨当场抓包。 这些年,林依晨更是遭有了固定的伴侣,之所以还和林依晨维系婚姻,完全是为了让林依晨照顾自己的父母。 余记称,林依晨早年为了怀孕,求助了各种偏方,为此将身体弄得很糟糕。 林依晨也因此严重失眠,还会胡言乱语,老公也更加掀起她。 婚后林依晨就如同一个庸人一样照顾老公一家人,更让人倍感心酸。 林依晨曾在节目中透露,自己每天早上四点就起床做早餐,六点准备要给公婆请安。 即便忙到昏天暗地,也不能打破这个规矩。 让网友吐槽,这哪是嫁入豪门,这是当了个丫鬟吧。 林依晨此举也遭来网友的戏谑。 有网友在深夜十一点发文称,还有五个小时,林依晨就要起来给老公全家做饭了。 还有知情人士称,林依晨老公的兄弟说,娶林依晨只是想让她帮忙照顾父母罢了。 可即便如此,林依晨依然甘志如頤。 直言婚姻十分幸福美满,老公对自己也很贴心。 曾被自己说,如果我不在家,随时可以回娘家。 只是一个人过得好不好,言语会骗人,状态却骗不了人。 仔细看林依晨的活动生徒,昔日的美少女到了中年,早没了当初的灵气。 脸上的皱纹青筋十分明显,让人唏嘘不已。 有网友说,林依晨之所以如此,和童年的悲惨经历不无关系。 林依晨出生于贫困之家,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。 她与弟弟和母亲相依为命,十分艰难。 17岁的时候,林依晨母亲得了中风,林依晨四处向亲戚借钱,才凑够母亲的手术费。 母亲的病虽然治好了,林依晨却欠下了巨额债务。 小小年记得她不得已进入娱乐圈,这才有了这位金钟时候。 本以为经历了这么多苦难,婚姻便是她最好的归宿。 可没想到婚后生活依然是一地鸡毛。 对此有人替林依晨干到不值。 但也有人觉得,只要林依晨本人甘之如頤,外人便无需智慧。 帮林依晨协议离婚,抓奸反被丈夫打,被婆婆嫌弃,没生儿子。 2014年,两度获得过金钟时候的偶像剧女王林依晨,嫁给了富二代林玉超。 但没想到,这段嫁入好我们的婚姻似乎并没有想象中幸福。 就在近日,网上出现了一则爆料。 有谭媒出来爆料说,林依晨和丈夫协议离婚,已经载走离婚程序了。 这次林依晨是下定了决心的,但她可能会净身出户,福建的一分钱都分不到。 关于两人离婚的原因,爆料中说,是因为林依晨抄婚后多次出轨,这次是被林依晨当场抓奸在床。 林依晨本人十分崩溃,还求丈夫能回归家庭离开情人。 但没想到林依晨护着情人,不但不让林依晨骂情人,还反手给了林依晨几巴掌。 林依晨本来想去求助公公婆婆,但没想到公婆的态度很敷衍,还告诉林依晨,她现在待业在家,赚不了钱就忍一忍吧。 被林依晨抓奸之后,林依晨索性不回家了,和情人在外面同居。 这也让林依晨十分焦虑。 这则爆料的真实心还有待考究,不过林依晨这段鸿蒙婚姻,却不是第一次传出婚变传闻。 早在之前就有传闻说,林依晨的丈夫婚内多次出轨,约会嫩模。 不过每一次都是林依晨亲自出面维护丈夫。 早前也有爆料说,林依晨和丈夫已经分居多年,而林依晨一直没有和林依晨离婚。 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让林依晨可以在台湾照顾自己年迈的父母。 这也就等于把林依晨当成了一个免费保姆。 因为工作原因,林依晨和林依超婚后一直分割两地。 林依超大部分时间都留在美国工作,林依晨也自爆,两人三四个月才见一次面。 婚后林依晨一直很积极备孕,不但要吃各种各样的中药,还要尝试各种偏方。 但迟迟没有怀孕,几年后才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儿。 有爆料说,当时林依晨因为备孕经常喝中药,又说我会胡言乱语。 丈夫林依超因此更加不待见她了。 至于林依晨的公婆方面,有爆料说,林依晨的婆婆一开始因为林依晨迟迟没有生小孩不满, 后来又因为她生了一个女儿,而不是儿子,更加不满。 林依晨在婆家的生活也一度引起不少争议。 林依晨曾在节目自爆,说丈夫做了一件很让自己感动的事情, 那就是他说自己不在家的时候,林依晨可以回娘家住。 这件事让大家看到了林依晨卑微的一面。 之后更传说,林依晨每天六点半就要起床,跟公公婆婆请安, 然后准备早餐,七点半送公公去上班。 神奇的是媒体还放了一张林依晨和公公一起去上班的照片。 林依晨之后还发文澄清了外界对于她在婆家像婢女的各种传闻,自证自己很幸福。 但即便如此,林依晨夫妻的婚变传闻却一直不断, 希望真的如林依晨所说,一切只是个误会。 毕竟大家还是希望林依晨能够过得幸福的。 今日林依晨还高调官宣了新剧,看来她有付出的想法,希望她越来越好。